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科协在行动 我是王亮 在长春农播会期间 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 长春市科学技术协会 和长春农业博览园 共同主办的科普大集 在农播园举行 科普大集是省科协 多年打造的品牌活动 在农民朋友中 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此次科普大集活动 由吉林省科普服务中心承办 吉林省科技志愿者总队 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 省科协所属相关学会等 20多家单位参与协办 今年科普大集活动 省科协围绕引领产业发展 助力乡村振兴的主题 结合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推出了系列活动 今年我们主题就是科普大集 这个要打造成为 科协助力乡村振兴的 这么一个主题 通过我们调查研究 通过我们检视问题 发现农民的需求 这个还是对专家的精准对接 这块有需求 所以这次我们呢 这个通过向这个各级科协 征集农村专业带头人 什么这个乡村专家 他们有什么需求 我们就把请在旁边的专家 据了解 本届农博会科普大集 分别在农博园三号展馆 智能联动威视等展区 设置展示内容 为发挥吉林省科技志愿者总队的作用 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 主动承担社会责任 积极参与科技志愿服务 省科协邀请了省内相关专家 开展了科技志愿者服务 乡村振兴专家咨询活动 按照总统科协的要求 我们今天就属于叫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这是我们今天的一大特点 为什么我们突出这个特点 就是乡村振兴过程中 离不开科技 也离不开这些专家 那么我们科协最大的优势 就是人才优势 所以我们把这些专家 组织起来 通过他们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 让更多的先进的农业知识 农业品种 让咱们各种资源 得到有效的贡献 在坚持专家现场答疑的基础上 专家在服务的同时 也在精准服务上下了功夫 由于来的农民 就是基本上是开热闹 到现在呢 他能够带着问题来 明显感到 他在不断地成熟和成长 而且呢 带着问题越来越专业 为宣传展示和推广 最新农业科技成果 现代农业理念 普及食品安全知识 及健康生活知识等 省科协设立专家咨询服务台 由省科协所属学会 协会的高级农业专家 农技协乡土专家 组成的科技志愿专家队 55人次 面向农民群众 介绍最新农业科技成果 现代农业理念 解答农民生产生活 遇到的问题等 同时 省科协积极推动各县市科协 带动农民参观农博会 有农村的合作所的社长 还有协会的会长 还有总的大户 家庭农场的农场主 听说省科协组织 这次科普大集 又有专家 又有很多好的方面知识资料 我就通知大家到这来 一个是注册一下科普中国 再一个就是领一些资料 向专家资学 在科协组织的参观队伍中 还有一部分 在农民职业技能评定过程中 取得中级高级资质的农民 在他们看来 参观农博会的同时 尖头的担子也不轻 从当我得了农业实证之后 对于我来讲 我就感觉更加的学一些先进的东西 我是种植大富 也是想在这块学一些先进的技术上 回去带动咱们全村的老百姓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本届农博会上 各级科协组织了千名农村科技致富带头人 农村科普带头人 农民创业致富典型现场参观学习交流 除了现场专家咨询服务外 大学生科技志愿者也在科普大集上 现场免费发放科普图书及科普宣传品 活动中 志愿者免费发放科普图书十万册 防灾减灾手册 农博会指南 科普扑克 环保宣传手袋等科普宣传品一万份 要推广吉林省近几年 这个研发的新品种 让他们相信这是公益的 官方的 权威的 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在科普宣传展示的过程中 科普大集通过三块大型展板 和三个超薄灯箱 展示省科协在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和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行动等工作中取得的时效 介绍我省科普中国APP注册 和智慧农技协平台入驻情况 所以这个科普中国频道 现在看在我们广大的乡村 已经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因为我们省已经是光线入户 那么农村首先实现了这个光线入户 所以打开电视机就能看到科普中国 那么现在我们平均每天上线的用户 90万户 就是90万个基底盒在收看科普中国 所以这个也是 这个成果也是可喜可贺 现在我们实名注册了科普中国信信员 36万人 在推荐智慧农技协平台的同时 省科协也为农民和有关设农单位 搭建了沟通交流的桥梁 农民可以在科普大级上了解新的农业技术 农业项目 通过跟农民的深入交流 真地看出来农民在这个种植上 也想做种的更好 发家支付 桃南市车立乡创业村 是省科协包保的贫困村 这次农博会 省科协特意组织了10名村民代表 来农博会长见识学技术 依靠科技脱贫致富 除了农博园三号管外 他们还在农博园智能联动温室通道 参观了百米科普宣传长廊 据了解 这些展板共计60块 围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 宣传国家战略 政策和发展状况 展示农业科技领域新突破新进展 普及农业相关知识和实用技术等 在这个农博园高新农业示范展区 同时我们设立一个百米科普长廊 而且这个不是短期的 我们都至少得挂两年以上 再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这个乡村科普驿站 应该是全省最大的一个科普驿站 我们设在这个长村农业博园园 在全省来说 具有示范 引领和带动作用 此外 生科协海産农博园智能联动温室通道口处 建设科普中国乡村驿站一处 以此介绍农村信息化服务内容 演示科普中国信息移动端 开展和传播线上线下活动的方式方法 在科普中国电视频道宣传推广活动中 工作人员和科技志愿者向公众介绍 审科协与集市传媒合办的 科普中国电视频道相关内容 扩大公众对科普中国电视频道的认知 广泛宣传优质科普资源 找了一些院校专家 给我们介绍 给农民朋友介绍 这个农业产业发展的新项目 到科普大集上逛完之后 很多农民表示不需此行 收获满满 科普大集活动的成功举办 使农博会不仅成为农业食品博览交易盛会 更成为科技盛会 科普盛会 在本节农博会上 省科协精心设计 全面考虑 也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那么除了参加展出之外 这几年呢 省科协在长春农博园 也举行了系列活动 推进科普宣传 助力农民增收 在农博园科普大集的展区 记者见到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水果 路过的参观者都对这种新型的水果 比较好奇 挺新型的一种 我不认识 也真不认识这个果 这有点像李子这个形状吗 我以为是李子 没见着过 第一次见着 在大家看来 这种长在树上的果子和李子特别像 但是从叶片上看又不像 有的参观者还提出了比较专业的观点 八成是和李子嫁接的 结果大家猜测的都不对 就是因为这个欧李 它的果实中含钙量比较高 就是它每百颗的鲜果中含钙是在70到100毫克 而且它含有的是可溶性钙 易于被吸收 所以就把它称之为钙果 专家介绍说 钙果原名欧李 果实具有三重补钙功效 被称为补钙之星 水果之王 目前在我省市场的零售价在每市金70元左右 听说钙果的效益这么钙 有些农民有点动心了 东西用不用说 他们买一只水 不需要 陆地就可以越冬 看到大伙对钙果这么上心 专家又介绍了钙果的生长习性 剩下很强 特别是它比较抗寒 也比较抗旱 它在冬季的时候能抵抗你 零下三十几度的低温 那么对于普通的市民来说 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家庭的盆栽的果树 来进行养护 市民栽培可以装饰庭院 农民种植可以增加收入 要说这钙果的发展前景还真不错 特别是钙果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潜能 又被产业扶贫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据了解 由于钙果是一种抗旱性极强的灌木果树 适合在我省西部干旱风沙大的区域栽培 在栽树产果的同时 还可以发挥防风固沙绿化环境的作用 为了体现展品和规模化种植的联系 农博园里果树种植区内也种植了小片钙果 正式考虑到农博园里有许多县城的品种展示 省科协很多重要活动也选择了农博园 日前省科协提升农民科学素质 助理我省乡村振兴培训班 在长春农博园开班 大部分都是农村专业合作社的带头人 这个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者 我们这次对农民的评定 不同于我们常国意义上的指称评定 我们是农民技能技术水平的一个评价 据了解 本次高级农技师的评定 由省科协和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开展 共评出80名高级农技师 目前由省科协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开展的 新型职业农民专业技术能力评定 已完成两批 共评定出高级农技师241人 中级农技师1505人 初级农技师11881人 由评委进行严格评审 评论之后又进行了五个工作日的公示 然后报到省科协评论小组去水河 为了继续提高农技师的技术水平和思想认识 省科协除了对他们进行理论知识培训外 还专门联合长春农博园开展了参观学习活动 其中位于农博园展区内的不加温的温室 成了大家关注的热点 据了解 此次获评为高级农技师的农民 分别从事大田种植 特产种植 经济动物养殖等多个行业 大家参观的侧重也不一样 吉田市春新家庭农场的张春新 就对水稻展区特别感兴趣 非常有启发 包括它的控水 包括它的控肥 包括它的这个出草 人工出草 这个产量和它的品质 这都是这个最高最高的标准了 为了让稻农了解水稻展区的看点 省科协也协调了相关专家 做出技术讲解 第一 看这个稻的封产性 产量啥样 第一关要看的 所以农民种地首先选高产 第二 看看这个品种的高度怎样 是否看 株形是否是封产柱形 抗导副株形 第三 看看这水稻到树上的 这个栗形是否是实用市场的 中小栗 下一步 省科协将持续开展农民此类活动 加大农村实用技术的培训力度 加快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助力乡村人才振兴 那么我们就有这个中国农技协 服务乡村的吉林分队 也是我们省内专家组成 那么同时我们还有一支呢 这个吉林省科协的扶贫工作队 同时我们还有一面呢 这个吉林省科技志愿总队的旗帜 那么这也是今年我们刚刚成立的 就是我们通过科技志愿服务 我们助力这个乡村文明实验中心 同时也助力乡村阵型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乡村四季12306周末版 今天呢 农博园里也是热闹非常 在这里不仅可以学到先进的农业技术 看到最新的农业设施设备 还可以结交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们 这不 我们的记者小胖啊 就带着我们的四季农把师 一同来逛农博了 一大早 一个由五十人组成的四季农把师观光团 来到了长春农博园 这些种地老手 他们最想去哪儿逛一逛呢 随着我省农业机械化的普及 农机已经成为农民们最主要的种地帮手 而今天来到农博会的这些种地大户 个个都是农机专家 那咱家现在都有什么样的农机 现在收割机 15大铲 生产链 八地的 然后什么免根机 五笼的 基本上配套的很多都有了 是不是 从种到手艺系列 只要地里能用的我就全有 农机展区商家多 观展的人更多 前来咨询选购农机具的农民朋友 络绎不绝 小胖也按照农把式提出的需求 为他们找寻合适的机型 咱们这个车多少钱 这边补完了四万三 你动三成的东西 你能保多长时间呢 保一个作业剂 保一个作业剂啊 我真的想买一台 因为收不过来 自己买一个能使很多年 这不是吗 这个机器咱们现在多少钱 67万 补贴9万多 就是补贴之后是大概 大概58左右 58万左右 对 不到58万 这个58万是不是也是一个 就是对咱来说 可能数字稍微高一点了 是不是 稍微高好几下 大家一边瞭准 一边盘算机器的性能与价格 毕竟一台农机价格都不低 而在展区的一角 一台直保无人机 吸引了众多农民的目光 如果有补贴的话是4万2 1万5 你这个就是载药量是多大的 载药量它是16省32斤水的 它在这个同类一别 就是多旋液里边算是比较多的了 而且它更突出一个特点 就是它这个电池啊 它这个电池特别大 一般厂家的同等级都能装这些水呢 一般都是1万多 毫万 我们这个达到2万多了 2万2 非常非常大 在农机展区逛了一圈后 小胖领着农把师们来到了经济作物园 在这里 一位神秘嘉宾正在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4级农把师啊 今天跟小胖来逛这个农把师呢 今天我也请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也相信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咱们这个 咱们吉日城著名的价格分析专家 梁琪老师 梁老师 今天那个 你也跟咱们农把师打个招呼呗 大家好 今天让大家很高兴 今天让大家很高兴 那今天我们在农把师啊 特意约了跟梁老师在这见面 今天也想在这 让您给大家下一个课 你们都是种啥的 玉米 玉米的绝大多数 是吧 那么种玉米 最后呢 要实现规模化经营 一定是规模化的 这个一家一户的小生产 那么不利于 有一些个 先进的农业技术的普及 不利于 你比如说 吃野风防治啊 比如说磨虾地灌呢 比如说大机器 这个作业呀 那么比如说 高标准农田呢 一定是要划定 玉米产业核心区的 那么我相信你 你们这些大户 一定都是在这个范围内 划定核心区了 那就一定是高标准的 这个农田建设 国家也加大这方面的投入 实际你们呢 对春天应该说来了 在场的各个都是 种地大户 那农民怎样才能把手中的粮食 卖个好价钱呢 春天就应该规划好 应该分期卖粮 分期分批卖粮 因为什么你要如果说开城就卖 那咱就种水分稍大一点的 另外你种的这么大量 没有不变现的道理 完了 然后在这个什么呢 关注十一二月份 那么最后留一部分最好的 一二等粮 把它留到什么呢 留到这个种地前后 一定是你品种的布局上 要有所科学布局 然后你单打单手 既要科学种田 又要科学卖粮 新时代需要的 一定是新型职业农民 优质的产品自然会受到 消费者的青睐 而我们乡村四季的工艺展位 就是为了帮助农民朋友 拓宽销售渠道 同时也帮助市民 选择到优质放心安全的 农副产品 大米 杂粮杂豆 蓝莓 木耳 蜂蜜等等 这个小小的展位 几乎代表了 我省优势产业的品类 成为本届农播会 展示推广品种 较为齐全的单个展位之一 它为什么能够聚合省内 各个地区的农业优势资源 把大山深处 田间地头 最质朴 最纯正的农产品 引进入农播会当中呢 这事儿还有从几年前说起 咱们经常下去采访 蓝莓主发现 因为国家创造农民 三产融合 他最后生产出自己农产品 他发现到农产品 到销售这个渠道的时候 是最困难的 然后后来蓝莓主的领导 也是跟农部长 他们共同商讨 最后他们决定 两方共同出这种 公益的展位 就专门为了农民 展示自己的农产品 比如说偏远一点的 而且在销售有困难的 在有些评论库 主要是针对这些群体 乡村四季 12316栏目组 服务农民二十余年 对于各个时期 农民生产生活的迫切需求 都较为了解 为切实解决农民需求的方式 也一直在推陈出新 农博会的公益展位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经过栏目组 多方奔走与协调 最后在第16届 农博会开始应运而生的 连续三届 农博会上争取公益展位 让很多农民朋友 得到了实惠 听说这个是农民联合 为农民开办的节目 我们就申报了 来了 来了之后感觉怎样 感觉很好 你们这电视台 真是为农民服务 这两天有什么明显的变化 在销售上 这两天变化不太大 但是来的已经很多 把这个农博会和这个产品 都拿走 估计以后肯定会好 当时效率不小 有不少通过这种会 三届四季这个节目 不少在电视上也看到了 小路还已经打开了 在第二届 我们为农民申请免费 公益展位的时候 有一位农民 他家的杂粮 是获得了北京的 一位客商的 价值百万元的一个大订单 没有获得这个大订单的农民 他们几乎带来的农产品 也在农博会的展销上 也基本上都是销售一空 对于每一个农民朋友来说 增收致富 都是生活最大的奔头 长春农博会 为他们提供的这个工艺展位 让他们不花一分钱 就可以把自家的农产品 推荐出去 把增收致富的希望 带回家乡 这对于他们来说 得到的就是最贴心的服务 和最真切的帮助 本届农博会 除了展示展销特色农产品之外 还把精准扶贫 作为展出的重点 举行了吉林省农村 精准扶贫产品展销会 目的就是为了 助力扶贫工作 让那些来自贫困地区的农副产品 通过展会 找到更多的销售渠道 刚一走到展销会的门口 记者就听到了振振吆喝声 那我看很少有这个第一书记 站到这个摊位旁边 大神的这个腰 来了之后吧 主要是给老百姓卖点姑娘子 一喊点卖吧 这样呢 老百姓过的 一走一过就卖了 就买了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现在没问题 据陈亮介绍 村上贫困户一共有33户94人 虽然通过产业扶贫项目 已经顺利脱贫 但是较低的收入 仍然无法彻底改变 他们的生活状况 贫困户 送了三个大盆的供奖子 供奖子每天 现在一天一百多斤吧 现在销量成有点费劲 然后我们就根据咱们 这个社会总统搞的活动 参加这个农末会 的展费 免费给他们提供 陈亮卖力的吆喝 也引来了市民住宿购买 在展销会上 像陈亮这样的扶贫干部 还有很多 郑宋宇也是其中之一 我们就想把这些花生 种花生的农户 整合到一起 然后打造这个品牌 三果的意思吧 就是我们结合当地 这个农村的产业 特色农产品 它主要产花生 三果包括黑花生 大白沙和司令红 按照最优的比例 压榨耳朵 就是这个油 所以我们给启闻 叫三果花生油 三果花生油 这个颇具特色的名称 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产品良好的质量 也为销售 打下了坚实基础 因为我们这个油 从生产源头 原料产地 到生产加工 都是高标准之行 经过我们在 这两天的介绍 百姓也非常认可 我们带来了500桶 现在基本已经销售一口 扶贫最怕的 就是村民反贫 为此 郑宋宇打算将品牌 和注册商标 留在民河村 造福于民 我是大安市舍离 这民河村的 一名扶贫干部 我们的扶贫产品 是民河三果花生油 我是长泽市 酸阳区 贫围街道 林家村第一书记 我叫陈亮 我们村的扶贫产业 是特色大姑娘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这里是乡村四季 1236周末版 我们的节目 在19年当中 连续报道了 18届的长春农博会 今年我们继续和您 相约在长春农博园 为了让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第一时间了解到 农博盛况呢 我们栏目组的 所有编播人员 一直在默默地奉献着 一年一度的农博会 直播任务 对于乡村四季 1236栏目组的 全体采编播人员来说 就相当于是在 经历着一场又一场的战役 不管是前期调试设备 连接线路 这样复杂的准备工作 还是记者大量 报道内容的采集过程 都是在争分夺秒的 状态下完成 最终通过40分钟 紧张有序的 现场直播方式 呈现给电视机前的 所有观众 乡村四季 每天在中午11点半 到12点10分 进行现场直播 那可以说我们 音频 视频 导播和切换 还有所有的摄像人员 在这一段时期 是高度紧张的时期 因为我们已经在 农播园里 直播有6到7年的时间了 大伙都配合得比较好 基本上我们会 很顺利地完成 农博会的直播工作 对于乡村四季 12316栏目组的 每一名采编播人员来说 报道农博会 作为宣传吉林省 农业发展进程中的 一个重要呈现在体和平台 既是一项工作 又是一种情怀 乡村四季 12316栏目组的 记者李晶宇 从农博会 在2000年创办开始 便参与报道 用19年的时间 完成了 长春农博会 18届的报道任务 成为了长春农博会 19年成长发展历程中的 亲历者 记录者和推动者 其实我感觉在 我采访过程当中 心态 采访的角度 也在帮人变化 比方说 从最开始 就从生产体系开始进入 到后来的产业体系 再到后来的流通体系 其实它是农博会的 三大的体系 生产体系就是技术 产业体系就是模式 流通体系就是商业 经贸 所以每次采访过程当中 给我们带来的 最要给我带来的是 很多新的挑战 新的话题 所以如果要跟我 对农博会的激情 在哪块的话 就是不断地挑战 不断地挑战自我 不断地丰富自我 不断学习 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 保持着对农博会 深入报道的初心不变 情怀不变 让乡村四季12316成为所有观众了解农博会 关注农博会 热爱农博会的重要窗口 这是乡村四季12316全体采编拨人员 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 为此 每一个人都在这片占地面积 106万平方米的土地上 留下过辛勤的汗水和忙碌的背影 但大家却没有留给自己足够的时间 去认认真真 完完整整地逛一逛 尽在咫尺的农博盛会 说实话 这18年我真的 没有说认认真真 仔仔细细 轻轻松松地去逛农博 因为我们乡村四季 这18年一直都是在 有这样工作任务 为我们吉林省的父老乡亲 在做这个农博会的报道 因为我们想把农博会 每一届的这个亮点和大家关注点 能够通过我们乡村四季的镜头 和我们的声音 传达给咱们吉林省 乃至全国的父老乡亲们 本届农博会 我们也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八家省级对农媒体 来参与农博会的宣传和报道 在10天的采访中 他们也通过手中的摄像机 展示了他们眼中的农博会 黑龙江 陕西 河南 江西 湖北 辽宁 内蒙古 山东等多家外省媒体 纷纷亮相本届农博会 从不同的视角去展现农博会的风采 解读农博会的内涵 来到长春参加农博会 咱们这吉林省作为冬道主 自然是要把好货都拿出来 像这个大米 黑木耳 五穀杂粮等等 这好东西那可是多了去了 现在我们就要一块去瞧一瞧 朱蝉是湖北广播电视台 笼上频道的记者 作为全国农业报道的排头兵 笼上频道的知名度在当地 可以用家喻户晓来形容 这次农商频道 节来农博会采访报道 将会把农博会的盛况 带给湖北四千万收拾人口 同样在当地颇受百姓喜爱的 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 也被本节农博会吸引而来 这次他们带着大量的采访任务 准备把长春农博会的盛景 展现给山东的父老乡亲 通过细致的采访 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两位记者同行 对于吉林省农业的发展水平 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并在展会中寻找到了 可以促进两省交流借鉴 与合作的农业项目 展示宣传 示范引领 经贸交流 这些都是农博盛会 面向世人开放的目的 那么媒体作为展会 与观众之间最重要的桥梁 自然要承担起内容传播的责任 那么在外省媒体的眼中 这届农博盛会的特点与亮点是什么 他们要向大众传递的 又会是哪些方向呢 其实这次是第一次来参加 这个农博会采访的任务 然后感觉参观了两个展馆了 已经觉得特别的有心意 而且让人眼前一亮 其实这个黑龙江和我们吉林 是地域很相近的 它的农村路也是很相似的 但是来到这里就感觉 首先就是特别有心意 有设计的感觉 第二是为我们这个农户 还有参展商他们提供了一个 这样一个交流的平台 还有一个供销的平台 第三是我来到了 这个共和国足迹的展厅 感觉这里是十分的有教育意义的 内涵丰富 特色鲜明 知名度高 影响力强的农博盛会 赢得了省外媒体的赞誉 这也为长春农博会 吸引四海宾棚 广大八方来客 打下了坚实基础 今天是农博会的最后一天了 还想来逛展会的朋友 可得抓紧着最后的机会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来到农博园的交通信息 有哪些方式可以来到展会呢 您可以乘坐轻轨三号线 到达农博园站 还可以通过102路 160路 120路 158路 四条公交线路 到达农博园 那么农博园也协调安排了 三条线路的百度车 一号线 在13点以前 由博会路与静岳大街交会处 到农博园一号门 那么在下午1点以后 就是由农博园的17号门 到农博园一号门 再到博会路与静岳大街的交会处 那么2号线 是从农博园的17号门 到飞鸿路与博学路的交会处 3号线 是由博会路与静岳大街的交会处 经博会路 赤阳路 博信路 到农博园的11号门 另外的农博会还配备了专线车 是由金元市场的